等三明要犯给我绑了 干 动手给我绑了 慢 我有当今圣上御膳在手 谁敢妄动 果然有种啊 红义使 恭喜你了 有这么一个好女儿 夏姑娘 把那东西收起来吧 你唬得了别人 唬不了我 上荣 你见御膳不退 罪犯大逆 你也不看看 站在你面前的是谁 君师妹别怕 她说的所谓御膳是假的 把他们通头给我拿下 是啊 给我拿下 红义使 你们快躲一下 小月姑娘 匄酒 我 大人 三番 三番上的堂来 因何不跪 我等原本无罪 为何要跪 我们是有御膳在身的人 不要说跪你了 就是直立种族上荣来了 我们也不跪 好好好 跪不跪的本官就不管喽 就请总督大人上堂 有请总督大人上堂 总督大人 就请总督大人您问案吧 李杨县 你别走啊 总督大人在上 哪有下官的座位啊 您问案吧 我告退 不要走 今日问的是药犯 万一有一天圣上问起了 您也好做个见证 既然如此下官就当个漏共的吧 您请 您请 鸿大人 你一而再再再而分 铺锋桌影 诬陷本官 在荆殿之上 已被圣上夺回 判了你流放曲阳 谁知你知恩不报 竟敢在服刑期间 勾结末入关记的女儿洪霞 要越行而逃 洪德瑞 你知罪吗 尚容 可惜上次在荆殿之上 我没有能够抓住你的证据 再加上你勾结阁老 才有了今天的嚣张 还敢顶嘴 大行刺好 慢慢慢慢 耸都大人要动刑 这动刑二字 要不要记着 你说呢 要记 要记 下官记着 齐阳县 你是要以本都为难哪 好 那就不要 那我就把它划了 划了 动吧 那就动刑吧 给我打 站 我有御膳在此 谁敢动手 御膳在如君在 尚容你也太放肆了吧 有御膳 呈上来 是 是 是 拿上来 是 别敢了 假的 假 哼 御膳县 你真是有眼无珠啊 他一个春满楼的官记 哪来的御膳呢 啊 尚容 你就不怕欺君之罪吗 你胆子也太大了吧 胡说 是你们的胆子太大了 哼 居然拿一把假御膳来骗我 啊 哼 哼 御膳县 这御膳是假的 你还有什么顾虑吗 啊 给我打 哎 好 那就打 打 打吧 拉那边打去 走 走 下容 走 走 走 老师我会让你吃不了 都会等啊 这阵子何在 小的在 为什么还不惺惺啊 大人 催过两次了 柜子手说 一定要到五十三刻才能惺惺 为什么 柜子手说 来时曲阳先令交代了 说算命的说 不过五十三刻杀人必有雪光之灾 现在离五十三刻还差多少啊 爷 就差一刻钟了 这一刻就差一刻钟了 我怎么团星恍去了呢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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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呃 没能救了你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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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有铁骨 但无心智 弄得尚未对国家有益 夏儿殃及子女 爹 对不住你 爹别说了 女儿以爹爹为荣 夏儿这话说的 爹心里好受些了 爹爹也是觉得 为国为民 死而无害 我杜小月今生有幸 能亲耳听见一个大忠臣的 临终之言 肺腑之言 我真的好感动 洪御史能畏国为民 死而无害 实在是国家之信 百姓之信 皇上也会替你感到高兴的 有小月姑娘的这番赞叹 弓武 死亦足矣 洪御史 五十三刻还没到 咱们怎么会死呢 再说 就是到了五十三刻 该死的还不知道是谁 小月姑娘 怎么会有如此把握 天际又可泄露 不等了 不等了 杀 杀 快给我杀了 醒醒 再等等 时务还不到 我说不等 就不等了 杀 杀 看爷亲自接过来 盗上留人 何大人 您看好了 这地方可没错 跟洪御史说的一样啊 找着没有啊 一会儿为大人过目 好 我看看 哎 何大人 看了 谁都不看了 收好了面军交差 我就看一眼 何大人 呦 出不少汗哪 哎 门是这把御膳啊 哈哈 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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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把膳子咱可用不起 我不看了行 不看了 好 带着 走 是 走吧 何大人 咱们怎么办啊 那那道心里明白 还做不做啦 做个屁 老爷都抓了 再没有明白日子了 对 诸位爱卿 前几日 朕曾经为元林的事情 发了罪己招 自罚自己 流放三百里 这三百里走下来 是里里长见识 里里有故事啊 作为一国之君知错改错 应该立为制度 发扬广大 更重要的是 要明朝求好 对尔等治国的大臣们 要有所节制 尤其是 在朕身边的这些 贪官无力 带直立总督 上荣上殿 带直立总督 上荣上殿 尚荣你知罪吗 臣罪开万死 罪开万死 都看看啊 看看 触目惊心 花钱像流水一样 名义上是给朕修园子 实际上中宝私囊 一个个的石头狮子 跟朕要的是银狮子的价钱 这叫欺君 贪赃 罪该万死啊 跪到一边去 谢 谢万岁